在赛上的诸多画作之中 她的夫人是她的重要模特之一 她为后世留下了29幅关于夫人的画作 横花了20多年的时间 在画中的赛上夫人 多半是长裙鼓声 领口高扣的形象出现 而且画中的她始终是比较安静 或者说是严肃的 那赛上到底属于哪个画派呢 严格来讲她还是属于印象派的画家 我们说她开创了后印象派 但同时的话呢 她也把绘画技巧 从印象派过度为立体主义 因此也被誉为现代绘画之父 下一集我们接着来欣赏 汇宁时间把国巴黎